亲爱的网友们 在此回到案发现场的我 已经完全了解了真相 屏幕前的你们 是不是也找到了 作案的终结者呢 现在就由我 来为大家锁定一下 整件案发事件了 救命啊 救命啊 首先 根据网友弹幕发来的 博客信息 我们发现将 我们聚集在这儿的终结者 有可能是一年前 MG高速车祸事件 运染者的亲属 另外追问该网友会显示 终结者的妻子 和8岁的女儿 都在这场车祸中丧生 这说明终结者 应该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男性 所以我们可以排除 女记者玲玲 女路人阿伦 以及22岁的我 在第一起案件中 凶手杀害阿伦后 将阿伦的手机 放在浴缸边后离开 当有电话打入时 手机先震动 后掉入浴缸水中 故障挂断 我们会认为 凶手在案发现场 扔掉了电话 而打电话的人 会被排除 所以只有当时在打电话现场的阿航 张剑 古今 朱胜 需要这个不在场的证明 这四个人的嫌疑反而增大 五点四十 凶手 由阿伦的手机 发出了引导阿航打电话的短信 而在我们找到的线索中 在谢安的手机中 有照片 谢安 林林 和古今 三个人 一起在酒吧的大厅内 显示五点四十 可以排除三人 谢安 林林 和古今 然而被排除了林林 谢安 很快成为了终结者 接下来的目标 而凶手 是提前拿走了谢安的手机 看到我手机了吗 用手机做诱饵 不止了杀人的装置 凶手一定是拿走谢安手机 并握了机关的人 虽然不知道凶手 什么时候拿走的手机 但是在谢安 玩手机时 上厕所的人一定不是 这就排除了阿航 崔李到了这里 嫌疑人范围缩小 在张剑主舍两年中 留意线索中 出现的张剑 我是谜主页信息 上面有提示 找到她的办法 前往我是谜排行榜 就可以找到 张剑的我是谜账号 账号信息显示她 其实未婚单身 那么张剑也不可能是 女儿已经八岁的终结者 所以终结者就是 唯一能够满足 所有凶手条件的主舍 怎么样 你们猜到了吗